喊住 吹 大力一點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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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姐拿出酒測器 要男子用力吹 因為這名男子才剛發生車禍 還堅持自己沒酒駕 今天三五啦 什麼時候喝的 早上 早上喝的 還說沒有 手放後面 事實擺在眼前 這名良性男子原來是名受刑人 去年因符合假釋規定 被派到林口區間外作業 沒想到11號中午 他騎機車外出買午餐 經過文化二路一段時 跟陽性男子駕駛的小貨車 發生擦撞 儘管無人受傷 但警方一九側超標 不得了 馬上一公共危險罪 移送偵辦 並按監規言審 而另一起誇張車禍 則發生在新莊 地面凌亂不堪 救護車上救護人員 忙著對傷者急救 12號下午4點多 新莊重新提外道 發生重大車禍 35歲失信男子 當時開往樹林方向 不明原因撞擊53歲 成男駕駛的小貨車 貨車側翻到對向車道 車頭又碰到後方張姓男子的轎車 連帶力量轎車和機車 煞車不及直接追撞 發生五車連環撞 釀一死三傷 現場小貨車翻覆 碎片零件散落一地 黑色周旅車 車頭也全毀 兩線道瞬間只剩一道能通行 新北市消防局出動8輛 各式強救車輛 消防人員12人 用破壞器材 才順利協助困在車裡的人 給救出來 詳細的肇事原因及責任歸屬 警方還在調查釐清 記者新北綜合報導